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退是对的吧 还比有涨了两波 你现在就该痛苦了吧 因为现在看起来呢 川普呢不无当选几率 对啊 现在说民调已经接近 只差一趴是 对 有的是说有的只差一趴 有的差三趴 那这基本上就是很接近啦 没有到最后一刻谁知道谁会当选 投下去才知道啦 对啊 那开完票才晓得 真的不晓得 对 所以在这种投资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舍得吧 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 真的 我常常想说投资人 我们投资人有一个很大的迷失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少赔 但不能接受少赚 少赚一点就不行 少赔一点还很开心 对耶 有道理耶 这为什么人生这种心态 就是你要是一档基金或一档股票 你卖掉以后 他如果再涨就不开心啦 对对对 可是如果张上这样写就好笑 对 如果你赔钱了 但是你卖掉以后 继续狂跌你就开心了 因为他好好在啊 还好我买了 对 我怎样 就很无聊啊 所以我们人生投资都还存开心 然后不开心的时间比较多 这是何必呢 这个自寻烦恼 我们今天呢 要请这个小碧眼呢 来跟我们聊一下 有关于退休 如何存这个退休金 这人生实在是很没有意思耶 就是说你在开始工作的 一开始工作呢 就想着说 要这个为自己存这个退休金 这样会不会很 可是不想也不行耶 不会啊 这就是你 你这一生来这个世上 你必须经历的过程啊 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 我们现在是在情妇生活禅吗 必厌生活禅 不是不是 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讲 因为很多场合 会碰到很多年轻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的各方面的工作 譬如说他想要找一份工作 没有像我们过去那么的容易 各方面啊 那我都说你不要哀怨 因为我们以前 在你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物质 没你那么丰富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希望也没有那么多啊 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我们是因为什么都省 什么都节俭才有今天 虽然那时候我们可能 很努力的工作 我们就会有个不错的工作 很努力的态度 就会有个不错的工作 而且钱也 假设你愿意存钱 你要存钱的话 就有 钱也存得下来 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欲望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而且我们真的是节俭 可是你有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哀怨 因为哀怨不能解决事情 你用哀怨的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 你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对 我觉得关键是在这里 就是说你抱怨 抱怨事情也不会变好 不能解决 对 那何必呢 没有用 就是像 我姐姐在她的孩子 比较小的时候 她就很告诉她 就是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对 这件事情呢 也告诉黄果昌 所以她说她没哭 但就是这没有用嘛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 你不要像你的这个父母辈 或者是长辈 过那样子 省吃俭用的生活 就说那我这样子 就是求的是 也不是 其实省吃俭用 不是在说为了要退休 去存个退休金 而它是变成是一种生活态度 态度对 对对对 然后因为也没有说 退休之后要过得多么的奢华 而且到那个时候呢 退休的时候 你还不见得 用得动这些钱呢 你不见得身体状况 不见得很好 但它就变成是一个 假设你运气不错 健康的 无余 那你的生命就 就有一个一定的长度嘛 我们现在的 大家的这个 这个生活 这个年龄呢 这个高瘦呢 高龄化呢 越来越越多 都80多了 你说这个实在是 80是很少 很少 就是活到80是很基本的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平均年龄都已经是 特别是女性啊 都已经80几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什么50岁60岁 或是怎样 不管是你要退休 或是被迫退休 那你都还有这么长的时间 要过这个日子 你总是 就是要有钱嘛 你也不能够指望说 跟爸妈拿嘛 不可能 对或者跟儿女 去跟这个儿女 我们的上一代是跟儿女拿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上一代没有在存退休金 而且也没有在保险啊 对他的退休金就是儿女 因为他生很多儿女啊 但是我们这一代 已经不可能跟儿女 因为我们第一个 我们生的少 第二个我们的儿女 其实赚的不见得比你多 所以已经不可能了 对这是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的变迁啊 对对 所以除非是说 那你觉得我不要跟上一代 有这样子同样的生活观 我也不需要买房子 我就是跟爸妈住 然后呢 就是死赖着不走 对呀就是要和嘛 这我常跟我儿子讲 你要跟我住也行 那你就要保证 你媳妇跟我和 绝对不是我跟他和 搞清楚 说得好 这就是婆婆该有的态度 这就是婆婆该有的态度 也不是啊 我觉得人相处就是互相啦 但我觉得这是重点啊 就在说 你如果觉得好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需要买房子 我观念变一下啊 那我也不跟父母住 你就租就好了嘛 可以 那你就不需要去想以后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都是必须要自己去打算的 对 那好 那如果说你要这个存 你要为自己比较长远的 就是不要去花那么多的心思 在这个退休后的 这个没有固定收入之后的 这个生活的话 嗯 其实大概差不多耶 从 我看这个 肖碧燕啊 这个精英教母呢 肖老师他在他的 呃 部落格里面啊 他写的那个文章 其实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 就开始存了 就开始存了 对其实我也是耶 越早开始绝对是越轻松 嗯 那你就后顾之忧就越来越少 嗯 你可能不用担心50岁以后 你会被老板强迫退休 对 而且现在这种状况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人生 我常常讲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是 你确定你能够50岁以后 还有工作 第二个 你确定你只活到80岁 这两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真的 长寿有的时候也是蛮 蛮累的一件事 对对对 蛮需要规划的 就说 所以有时候 很不好意思 我常常很 其实这句话是很毒的 我常常对我的敌人说 祝你长命百岁 其实长命百岁并不是好事 要看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 长命百岁就意思说 他要存很多钱 他会不够 或者是说 你的朋友或是你在乎的人 大家都都已经走了 这一个人也其实还蛮 还蛮孤单的 除非你很会跟自己相处 是 对不对 然后那个身体也都很OK 那我看你写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这个要真的要请教一下 你说说 你要想象一下说 你退休的时候 或是说你没有固定收入的时候 你要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那你现在就要存多少钱 可怎么可能呢 比如说我现在只赚三万 那我退休后呢 我也想要一个月有三万 我不可能存到三万 我应该这样讲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一般人在算你的退休金的算法 我认为是不符实际 比如说他就会算说 我会工作到六十五岁 然后我会活到八十岁 所以我从六十五岁到八十岁 这中间我有十五年的时间 我必须要去存十五年的钱 那十五年一年要花五万 所以我要存多少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符实际 就像我刚刚讲 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 你能够工作到六十五岁 你真的只活到八十岁 所以你这样算是不对的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算 就是说你退休之后 你真的没有工作之后 你一个月必须要花多少钱 比如说你就算一算 你一个月必须要花三万 花五万都没有还息 但是你去缓算 那我要去投资什么东西 每个月可以给我三万 那你缓过来去 那我要投资那个东西 我必须准备多少钱 那个就是你要去准备的退休金 我觉得应该要缓过来算 这样比较符合实际 有道理有道理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子规划 第一个就是 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 因为你那时候年轻嘛 你的身体条件各方面都正常 所以其实你应该先买保险 把你的这个什么疾病 这个什么失能 因为你保的项目越多 你的保费当然越高 那你可能就比如说那个保费 你光是保费 你可能要缴个二十年或多少年 那这个是 那等到等你保费缴期满之后 他可以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利息啦 或什么样子 这些收入 然后呢 像这个工作啊 你公务人员 当然另当别论 公务人员当然就是最稳定的了 而且现在还希望你早一点 希望你晚一点退休 老师希望你做到六十五岁 因为我们年轻快不够了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工作 你不见得都一定有 有可以到六十五岁 真的很难 除非你是当了个高官 你是一家公司的高官 你根本不能退 或者是说 像我们郭台铭就不会六十五岁就可以啊 或者是说 其实现在你那个官越大 你越容易被资钱啊 通常这个企业在资钱的时候 都是资钱那些 高薪被你当到那个很大的 那一层是不会的 那你要是在中间的那种 终极主管 其实很容易叫你退的 对 因为我看你那个算法 比如说你就算那个劳退 对不对 劳退跟那个劳保 像我就没 像我就是 我就是无雇主的人啊 那你应该有脚吧 你劳退没有是 我就没有劳退啊 但是你有劳保啦 对 我只有劳保 因为劳退的话 资方要提拨嘛 6% 我就没有嘛 所以我就没有劳退 我就只有劳保 那就很少啊 所以你就要并 所以你就要并 一万五上下 每个月 一个月有这么多吗 看你保几年了 看你保额多大 我这个我已经工作这么久了 所以呢 我那个 你是保很高的吗 不过那都会变啦 算了 现在不要再保那个 现在还会再变 不 重点是说 就算是那个劳保 他现在 反正那个很有限 很有限 对 那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这个 因为跟你的工作性质有关 而且我觉得未来 那种属于 自由工作者的这种形式 其实那种形式 可能会越来越多 是 就是一人企业的 对 你就没有劳退了 这个部分了 那所以呢 你可能就要有一个 自己来 对 要有不同的盘算 不过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台湾 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 我们台湾的人民 有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这个观念 应该要让很多人 去接受它 就是说什么 什么叫退休金 比如说我们 劳保也好 劳退也好 甚至于公保也好 什么保都不管 他给你的 是一个最基本的生活 对对对对 不是给你过奢华的生活 对对对 当然我们现在会回场 去看一些公务人员 好像他好像可以过奢华的生活 可是我们劳保 我觉得公务人员 为什么可以过这么 就是说他的劳 他的退休金 怎么可以领这么多 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 原因存在 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不可以去抹灭 也反正要污名的东西 那其他的我们劳工也好 他其实给你的 劳保加劳退也好 可能两三万 这个部分其实是 保障你最基层 基本生活 那你要自己过好一点 是要靠自己的 国外都是这种概念 对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 是老百姓必须接受的 而不是说 我退休以后 国家就给我一个 优渥的退休金 这是一个错 如果是这样 我们国家非常有钱 是啊 但是我们国家不是 是 而且我们要缴的税 可能要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高 那如果说我现在 假设您是一个 有规划的人 您从开始工作 开始就已经在存钱了 等等之类的话 那恭喜你 那我看这个毕业的经验 你是说你在 你是在还完房贷之后 你开始存这个退休金 对不对 因为你前面 前端工作的是在建立生活 对 建立生活 跟买房子 然后我把 小朋友的钱也存一存 小朋友的钱是从他五岁 他就自己在存了 因为就把他的 他的压税钱 就开始帮他自己做 所以我觉得 小朋友的问题不大 那前端大部分 最大的一笔支出 就是在房贷 对 房贷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就很早就还完了 所以我是在 五债一身轻的情况之下 就很快的去建立了 我的退休金 你为什么可以 五年还650万啊 因为我做基金赚钱啊 对啊 因为你的收入没有这么 收入没有这么高啊 我真的在基金上赚很多 是啊 就是我 我觉得收入不高 但是重点是 一个人的收入多不多不重要 重要是你存下多少 我请教一下你的比例好不好 就是说你的 你的月收入 你几分之几拿去做投资啊 我那时候应该有将近快一半 但是我必须要讲 很多人 你可能收入很高 拿一半去投资 你也都花掉啦 对 拿一半去投资 其实还蛮呛的耶 还蛮呛的 但是我只做定时定额啊 可是你拿一半去投资里面 不包含你还房贷的钱耶 所以说你生活上面的 我很节俭啊 你老公的钱有用在家用吧 有啊 所以我们是 我们是很节俭 我们从来也没有什么奢侈的物欲需求啊 我也不会去什么 你也不出国玩哦 会参加公司的员工旅行 我觉得那就算了 那也不会像人家说 啊存一笔钱 会得要去哪里玩哪里玩 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在 已经我存好了所有的东西之后 我才开始做的耶 是哦 我跟各位讲 我真的从四十几岁 我才开始戴不是一百块的手表耶 真的哦 真的真的 所以我跟讲你们不要以为 我常常讲说不要去羡慕人家 那这样赚这些钱的乐趣在哪里啊 就是我先把我该做的做好之后 我才开始享乐啊 但是你们现在是先享乐 然后再开始哀怨说 我后面都没有了 我也是一个还算是会存的人哦 可是大家看我生活也没有特别的节俭 我不会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从四十几岁化五十岁 我才开始拿包耶 真的 安倍你之前干嘛 路边摊的啊 真的是弯腰牌的啊 哦是哦 就是在路边摊挑的啊 挑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不会去奢侈那种东西 那个东西对我来讲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真的啊 你好适合去那个 你好适合去那个 讲述人生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人赚多赚少 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有没有存下来啊 我们存的 我们去投资 投资赚的钱 就是说投资赚的钱 都存下来了 然后去还了黄贷啊 我们是这样做的啊 这人生好没乐趣哦 不会啊 我现在开始很有乐趣 因为我现在开始游三碗水 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因为你身体很好啊 对不对 对 就还蛮开心的就对了 很开心啊 那因为你现在也跟不用这么的哀怨 像你现在很多人跟我同样年纪的 可能现在还在存 他在还房贷 我已经早就没有那个问题了 对 房贷真的是很麻烦 不过你 你是几年买 你是2003年的时候 把房贷还完 所以你是民国88年买了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民国88年 1999年 1999年 你1999年才买房子啊 没有没有才买我现在住的那个比较高档的房子 对我想说 怎么可能啊 那是我们第二栋 第二栋嘛 对 所以你前面第一栋的房子的时候 在北投 卖的时候也是已经都还完房贷了 那时候没有还 那时候是就是房 我其实是低换低 哦 OK 就卖的时候其实是很低点 那我买的时候也很低点 哦 那这样真的是 就投资很划算 否则的话其实前面的那栋房子的利息就挺高的啊 对那时候 对啊 我刚买我现在这栋房子的利息 刚开始也7.5% 我也是啊 我们都经历过那阶段啊 所以很高 大家现在才1%多啊 我们那时候7.5% 对啊 那个利息 利息很高 然后那个 房价有一阵子 这个高涨 什么车位 什么什么都很高 都很恐怖啊 对都很高 好 那如果说我没有那么早 在开始规划 我跟你说 你说永远都不闲晚 真的吗 当然永远不闲 你当然都不做 就永远都是晚啊 等到你能说 我现在才开始 我已经来不及 50岁会不会太晚 然后你怎么样 你现在50岁来不及了 所以你就把它花光吗 那你就早早去睡地上啊 睡路边啊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 有什么 什么现在我做已经太晚的 这件事情 只有你不做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太晚这件事情 真的哦 那50岁的时候 还是要做啊 你更要努力的做 OK 这个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睡过了 小老师 小老师就很 很这个 愧靠很 很明确 这个人比较实际 我觉得我应该受 我原生家庭影响很大 我爸妈是一个 比较实际的人 我爸爸买房子 是从来不贷款的 好酷哦 我爸是这样的人 真的哦 因为他觉得贷款 是个非常不划算 他觉得要double的钱给人家 所以他一定要 存存存存存 所以我爸妈也是 你家有九个小孩哦 你有九个兄弟姐妹啊 对 九个姐妹 九个姐妹 我爸妈 九个姐妹啊 都女的啊 都女的 我爸是住在女生宿舍 很 小时候是真的很苦 我爸爸是一个 我爸妈都是一个 非常节俭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受影响太大 你不会那种 就是说觉得以前过得太辛苦了 可是我现在 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过得已经比我以前好一百倍啊 我以前很辛苦啊 所以就人生的这个目标跟 对 你为什么一定 享乐 很有时候 很不一样 我跟人生 我很不能够理解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 为什么你有信用卡就要刷包 第二种就是给你一笔钱 你就一定要花花光 我就不懂 他常常告诉我 我只要有一笔钱我就会不见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不见 这两种人我一直都没办法理解 对 然后有一笔钱的时候 应该就是要滚出更多钱来 是啊 那为什么就会不见呢 我不懂 对 我也 我就说像信用卡这件事情呢 你也是应该很晚很晚才有信用卡吧 所以我告诉我小孩 我绝对不会有付卡给他 在他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付卡 你干嘛有付卡 你有能力缴那个信用卡吗 你有信用吗 信用是自己去承担 不是父母来跟你承担 说得好 说得好 对对对 像我们 我是到后来因为出国采访 然后因为避职的避别人的关系 所以才去办了这个信用卡 但我也是从用信用卡开始的第一天到现在 我没有缴过一天循环利息 我就缴循环利息人是疯了吗 而且我从来没有过有一天delay过缴款 我也是因为你delay交款就会产生这个下一次就会有循环利息的问题嘛 就很不划算 所以像那个我们当时不就是因为卡债足太多 那时候新银行在冲那个卡量 然后卡债足太多 不是就协商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跟银行协商呢 我就觉得是太没有责任感了 其实我告诉你现金卡也好 那个都是救急 但是不是让你来奢华的 OK 是你自己把信用卡这个东西污名化 就是用错了嘛 不然信用卡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我刚才这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现在大陆了 支付宝什么微信支付就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太方便了 我都不用带现金 你会花的没有概念 如果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人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是所以我也不太主张就是如果你自己在花钱 就是有一笔钱来你就会不见的人的话 不要这样做 他千万你千万不要用信用卡在你的账户里面扣款 你最好是乖乖的每个月去转账嘛 去付钱 你就会知道你花了多少钱 不适合拿信用卡 就把它剪了吧 老实在讲你也不在听啊 好我们呢 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欢迎大家呢 对于基金投资 理财 然后退休金的如何来规划 有任何问题的 都欢迎打电话进来 请叫我们的基金教母萧毕严 我们的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在现场呢 是这个基金教母萧毕严 都讲大白话大实话的啊 我们有听到朋友 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啊 好我们线上呢 现在是七先生 七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是请说 我想知道 你如果买基金方面 你买的是属于保本型的呢 或者是 你可能是选择利率比较高的呢 因为现在来说 相对整个基金的风险来说 已经偏高了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投资基金方面 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或者你是去选所谓的 投资什么 不同国家之类的基金 我想先了解一下 我投资基金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 股票型基金只做定时定额 那定时定额是做 各个全球各地区都会做 不是只有做台股 什么地区我都会做 反正我只做定时定额 定时定额本来就没有 黄到即日的问题 然后我谨守停率不停扣 就这样 然后单笔投资 我只会投资配息的债 我只投资这个 那配息的债怎么选 就是就像刚刚讲 那个先生讲的 他是不是要买利息比较高的 或保本 你只要越保本的利息就越低 你利息越高 你的波动就越大 那就看你自己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然后就是目的嘛 你就是买保本的话 主要就比定层好一点 老一点 可是那利息就不高 然后比利息好一点 那你是不是喜欢这一种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点波动 那你如果要利息高点 你就必须要接受波动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你问我 我要这样子 也不见得你要这样子 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 碧眼有提到说 你现在就是像债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长期投资 而且你希望利息高一点嘛 我也不是说利息高一点 就是增加你的现金流 对不对 在利息低跟高的 我取中间 我是取中间的那一种 你主要是现金嘛 对对对 我也不是取最高的 我也不是取最低 我就取中间 因为我觉得中间的适合我 那个人 你如果想要取低一点 你就取低一点 你要取高一点 就取高 就总是你高一点 就是波动越大 你必须接受 就这样 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长期投资 其实在我FB 我写了一篇文章之后 有非常多的粉丝 有一个粉丝 他就上网去po他的 他的故事 他就说他已经投资16年了 他就是这样投资 长期投资 他现在所领到的利息 远远已经超过他的本金 在啊 对 然后第二个 他有换吗 他没有换 他没换哦 他就是投资了16年了 他说没有错 那个是一直在波动 没有错 可是他的利息已经领 因为他领了16年 单笔啊 单笔 然后他也帮他的小孩 他小孩现在国中 他说他小孩每年 他都帮他做 一定定时定额一直做 做到现在累积了一笔钱 他小孩现在每个月 所领的现金流也很多 他就在分享他的经历 基金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那必须要长期投资 可是长期投资的过程 你就必须要经过 很多次的波动 你看他投资了16年 中间也拼一个2000年 也拼一个2008年 那都是一个波动非常大 你能不能忍过去 这是一个 你自己要去想的问题 是 好 先这样子有回答您的问题 那我们 有吗 他已经不在线上了 他可能就在听收音机 那我们来接下一通电话 何小姐您好 何小姐请说 你好 是 请说 那请问 那个 这个债券有分 AT跟AA 这有什么不同 其实 AP或AA或AT 什么这种东西 你真正 他有什么不同 你要回去看 那一档基金的公开说明 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 这个基金公司的AA 可能是属于什么档 什么样的解释 AT是属于什么样的解释 那我在猜 您讲的应该是联博那一档 因为联博高收益在 有AA 有AT 那AT跟AA 最大的不同 我在想的是这一个 别的基金公司的AA 跟AT 可能不一样 联博的这一档 AT是说 他把他所有的收入 先扣掉 汇用之后 才分给大家 那AA就是不扣费用 就直接分给大家 这两个最大的不同 所以AA 他会配息比较高 AT会配息比较少 但是 AT的禁止会比较高 因为他扣掉了费用之后 才给你 可是这个没有扣掉费用 就分给你 那费用从哪里扣 一定从禁止扣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选择的时候 就看个人 比如 那个概念有点说 你今天有很多的收入 我收入多少 我就分给你了 我没有扣掉我的支出 那有一个是要先扣完支出以后 Net才分给你 所以 我Net分给你 是不是分的比较少 对 可是我的资产 是不是会比较多 对 那另外一个是 我只有收入就给你的 我没有去扣掉支出 那我支出回到 回到你的禁止里面去扣 所以它其实是差别 所以大家还是 这个公开说明书都字好小 字小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去读 要懂 要懂 那我跟各位讲 各位如果不懂 很简单 你就到银行去问嘛 李正会告诉你啊 为什么大家都不利用这个呢 然后就常常会问我 我都看了吗 我说你不会去问 再不懂 你打电话到那家公司的客户 也一定会告诉你 其实买这种东西 真的要问清楚 像很多人问我说 A是什么 B是什么 C是什么 G是什么 T又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基金公司 它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个标准的定义 可是你像比如说 银行李专啊 因为李专常常有 它的这个销售的任务嘛 对 所以它有的时候 推给你的 销售的任务 跟它解释这什么意思 是两件事 可是它会不会比较倾向于 它在倾向于哪一类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倾向哪一类 至少它解释应该是对的吧 你就自己去判断吧 你喜欢哪一个 是扣掉费用以后再给你 还是没有扣掉费用就先给你 然后费用从你的禁止去扣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因为讲到这个退休理财 你说其实不管你年纪多大 你都可以这个要开始做嘛 那可是它那个方向 会不会变得比较不同 就说你这个 你已经对不对 你已经到了 你前面都没有在做 然后你到了50岁了 或者是说接近60岁了 你才在做这个 你想要你以后这个花费的话 那你只能够说 我以后我所存到的退休 可能来不及 但是来不及是说 我少了两万 但是我现在做了以后 我以后会只少一万 那少一万总比少两万好吧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你随时都应该开始 没有什么玩不玩的问题 那如果早一点的话是可以做比较 越早开始绝对越轻松 可是我看我看这个 这个邵老师 他自己的投资的这个轨迹 其实你就算是比较早一点的投资 你也很少做一些比较 风险性比较高的投资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当人的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当人的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何必去冲呢 如果你今天有一千万 我告诉你5%的报酬率 你有没有满意 5%你就会赚50万 应该满意吧 可以对不对 那5%的报酬率是不是低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万 5%你怎么会满意呢 你希望50% 50%一定风险是高的 所以人资产越多的时候 就应该要越保守 所以其实 你也不是一个对于金钱的追逐 有那种狂热的人 够就好 然后之后你要懂得什么 其实你的投资的目的 其实都在是维持一个 自己满意义的 对 无余的生活而已 然后我把我该有的 无余的生活做好之后 其他再多的都是我多的啊 那我多的我就可以去享乐 但是我该有的 我绝对这一块 我有一个黄火线 这一块绝对不能抖 你就说资产更多的时候 其实你跟人 其实不应该去冒险 不是更有本钱玩比较大吗 人投资最大的 最忌讳的件事 就是大赔一次 你就毁了 你可能就起不来了 全部 因为你那时候可能五六十岁 你再也没机会了 你觉得你五六十岁 把你所有的资产都赔光了 你还有什么 只要我们看到很多 立志的故事 啊什么又爬起来 你以为那都是你啊 别傻了 你有讲过吗 你也曾经有赔过吗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有一个黄火线 我在这里规划好的钱 我绝对不会动 因为这就是给我一个优渥 就是我认为的优渥的生活 之后多出来的 我可以去 去做什么事我都想做 我想去玩也可以 我要去再做一点 更风险的投资 但是只会到这里结束 那边是侵蚀不了 好 您先听到的是 基金教母肖毕宴 欢迎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打电话进来 我们只剩下广告之后 就剩下最后一段 0283693398 金王刚刚好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在现场呢 是基金教母肖毕宴 好 最后一段时间 我们赶快来接电话 陈小姐您好 陈小姐请说 你好 是请说 那个老师你好 我也是就是为了退休 要做那个退休准备 那现在手上就是有一笔钱 可是不想买股票 想要来买基金 因为之前也是 多多少少都有做过 可是现在不知道 因为对这个基金 也没有特别的研究 想要请教老师说 我如果现在我要 再买那个定期定额的基金 可以跟我推荐 推荐可以买什么吗 然后就是说 摩根富林明 他有跟我推荐两档 一档是多元入席 然后一档是亚洲总和高收益站 可以买吗 你要做定时定额是不是 对 电时定额当然可以买 可以买 可是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的目的啊 没有 我跟你讲 我所谓的目的是 你为了赚资本利得 还是为了长远的配息 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 比如说我累积到五百万 四百万两百万 然后我要配息 我要领配息 你是这样吗 对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做法就是不停利也不停损 一直让他扣 一直扣 扣到我累积到有一笔钱 我就 因为那两档基金都会配息 都配息的 都会领配息 不停利也不停损 不然我怎么累积到两百万 OK 那那个小老师 可以再请教一下吗 我的感觉是 因为我一直 之前也做过 基金 那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停利 就是我觉得应该在一个 大概我的 我的 那个底线 我的 预 我的那个目标 就是我有15到20% 我就会想 我刚刚说你15到20%停利 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要你买什么基金 有的基金更到不了 15% 像现在根本到不了 还不停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要设多少停利点 都可以 但叫合理 15 现在很难 很难 对啊 大概在去年而已 我有一档 20 你就数啊 那你为什么 不是我就说 20%快到了快到了 想要输 可是 当他还没有到 哇就下去了 是啊是啊是啊 差一点点 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是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 就是这样 所以你订越高 你就越有这个问题 你如果订15% 你不就输了吗 对啊 订那么高 那同样的问题 就告诉你 那所以我订10% 有什么不对的 对啊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问说 我到底应该订多少 你订越高 你就会越碰这种问题 是 你就会觉得 哦呦折磨好多 是啊 好我们来接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请说 喂喂 是请说 我的问题是 你要投资基金 跟买保险 这个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分 呃 不太一样 因为保险 第一个 它的利息一定比较低 你需要付出的钱 一定比较多 但是保险没有什么 波动的问题 但是有一种保险 会波动啊 外币的 外币还是会波动 因为币值嘛 有贬值的问题 那你如果投资基金 可能报酬力可以来得高 但是报酬力越高的波动就越大 风险就越高 所以你必须要去自己去 去折折啦 说你喜欢什么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配啊 有一部分保险 有一部分 像我就这样子 有一部分保险 有一部分基金 它也跟你年纪有关系啦 它就是你在做保险 因为保险 相对来讲 它就是比较保守嘛 对 所以它的利息低 你要准备的母钱 就越多嘛 那我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只好去退 我只是我要去一个配息率比较高 但是我准备的钱比较少 但是我必须接受市场的波动 是 好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可能是接最后一通电话 来 贾小姐 你好 贾小姐 请说 你好 我想请问那个 那个肖老师 如果说像我们说 快要60岁的人 那假设手边有一笔钱 像说三五百万 就是一百万好了 那我们又希望说 它能够有配息高一点 或者是能够长久一点 我们一直把它扣到七八十岁 我们到底是应该买债 还是买基金 还是整笔一次买 还是要怎么做 如果小老师 您是这样子的一个巧思 你买债 是买单一支债 还是买基金的债 不一样 对 你如果买单一支债 你可能就买到 得一支银行的债 那你说最近应该是很苦 我们买的债是指 债券型基金 而不是去买单一支债 因为买单一支债 本来风险就很高 所以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是这样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定是买配息的 债券型基金 所以我一直在讲 配息的债 其实指的就是基金 我从来不会去买单一支债 我不买这种 单一支债 那个风险太高了 因为债券型基金里面 他就买了很多债 对 有一个挂掉了 他还是有其他的 是啊 他有三四百支 甚至有些都上千支 那风险多分散啊 就是啊 最近买到得意志的 这毁了 不是毁了 就是到现在可能还没毁 可是他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吧 所以 其实像假设 最好 假设您现在 就六十岁了 你有一笔钱 三百或是五百 他最好是你多余的钱 对 但是你现在说买单笔或定时定额 我认为 如果我是你 我会买单笔 但是我买单笔是因为我可以接受破洞 那你能不能接受破洞 你愿不愿意长期投资 就是我讲的买在三要素 你要是都能做到了 那你就单笔进去 因为我一进去 我现在每个月就可以拿利息了 一笔三百啊 五百万就进去啊 然后五百万进去 我大概一个月现在可以拿到 两百五十万 一年 两万五的配息 一年 一个月一个月 一个月两万五 两万五的配息 那你愿不愿意这样 可是金子是会破洞的 你要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那你也不能做这件事啊 所以 你五百万一笔 这样子债券型的基金 你下去 一个月可以拿到两万五 因为大概配息率是六 六趴上下 可是它可以保证 每个月都有两万五吗 当然会随着 因为你有 你如果买的是外币的 那你的汇率还是会有一点破洞 它汇到你户头的时候 还是要换汇嘛 当然会有一点破洞 对啊 您在买基金的时候 您都是用台币计价 我是台币信托 但是我会去买境外的基金啊 所以就直接就是外币计价 外币计价 可是它汇进我 我户头还是台币 台市台币 因为我当然是要汇进来台币 因为我在台湾生活啊 对 所以它这个汇损的 这个问题就 就 你把它平掉吧 因为每个月都在产生这件事啊 就不要太那个 不要太在乎了 我请教一下 因为我最近也看到 大家在讨论的 就是有关于像那种ETF啊 或者是说是房地产的 这个部分 你好像不太投资 房地产的基金 不是房地产的投资不好 而是它的配息率低啊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 我喜欢配息率高一点 那我可以接受高风险 不是说接受高风险 配息率越高 就是波动越大 我可以接受波动大一点 但是我要配息率高一点 但是一般的REIT的基金 它有配息 它配息率低啊 比较低 那大家如果觉得那个配息 你满意 波动你也可以接受 就买那个啊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因为定期定 你以前是投资 是以定期定额为准嘛 对 09年之后 才开始买债券型基金 对 因为要再规划我的退休 退休 在规划我退休之后的月退风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 还好你早一点规划了 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领了 这么多年的利息了 说真的 越来越不在乎 禁止的波动 因为你洗领的越多 你是不是越来越安心 所以我就说 它需要经过一段过程 如果你现在才刚开始的人 你每次的波动 你都会很纠结 但是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位学生 人家17年的纠结什么啊 再来一个风暴 他也不怕 因为他钱早就已经领回来 其实帮小孩子投资 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越早投资 对不对 因为他也可以 他可以承受的风险也是 他也不知道可以 他根本不懂啊 他哪有什么承受 不承受的问题 我觉得年轻人 他自己可以 比如说他开始念大学了 或者是说 他开始有工读的 这个收入的时候 他就可以买个什么 3000块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各位父母 真的可以把他的 压税钱拿出来投资 我们小时候 就是小朋友 就是压税钱拿出来投资 真的啊 这么早就有这个概念 所以压税钱 根本就没有给他花掉 是 非常谢谢 今天叫我们肖碧妍 来为我们分享 他的经验 也希望您的投资理财 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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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